晚上你就没怎么吃 喝杯牛奶吧 姐 坐会儿 姐 你说 奇不奇怪 最近 我就是特别想结婚 从来没有像现在怎么想过 哪怕是一天都不想等啊 这个丹青 就好像她说的一样 看不得每个月 她的钱都是付数 但是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就是想和她结婚 就怕她不这么想 男人跟女人想法不一样 她越是喜欢你 越想让你过好日子 她要个风光 要个面子 没钱不行 那是她的想法 又不是我的 我是跟她结婚 又不是跟钱结婚 我知道 香美 我还是要跟你说 回头跟丹青说说 你们俩结婚 就像你们俩的事 只想你们俩 别拉家带口的 让人家觉得 娶一大家子 那怎么行啊 我就让她娶一大家子 她如果嫌弃我的话 我还看不上她呢 让她哪凉快哪待着去 刘护士 我现在不想上厕所啊 是我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呀 跑跑这儿上厕所来了吧 我同屋的女朋友回来了 我回不去了 你那点心事都悬你脸上了 说吧 有什么事啊 香美又跟我提结婚的事了 好事啊 偷着乐去吧你 可是我不知道 我现在是该哭还是该乐 按说她想嫁给我 那说明她爱我 我应该高兴才对啊 可是我一想起这结婚两个字 我就想哭 你就这德行你 想吃的好怕灾树 你说这人为什么非得结婚啊 废话 你爸你妈不结婚能有你吗 你啊 你就胆小你 怕没自由 怕你的钱包营养不良 对不对 这结婚说起来简单 就是花九块钱 把两个人的照片和名字 都放在一张纸上 从此两个人就在一起生活了 可是这张纸包含的东西可太多了 当你的称呼一下变成丈夫的时候 怎么就那么多人突然都变成你亲戚了 你突然就多了一辈的爹妈 一辈的兄弟姐妹 一辈的姥姥老爷爷爷奶奶七大姑八大姨 那这些人你得安顿吧 你得想着办法满足他们的生活要求吧 你得想着挣钱 把小房子变成大房子 把自行车变成汽车 你说这九块钱领来的这是结婚证吗 这不是卖生气吗 我听出来了 你这是在为你不想结婚找借口 你怎么就不想想 你可是花九块钱换来了谢香梅一辈子 你这翻倍了人家那没翻倍 人家谢香梅也是七大姑八大姨多了一大片 人家不还是超超的要嫁给你吗 我听出来了 谢香梅是真心的 你呀虚情假意 我怎么虚情假意了 我这不是大半夜的专门跑来跟你讨论结婚的事吗 那你就接 我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一步都走不了还天天做梦娶媳妇呢 见过点小的 没见过像你这么点小的 怎么了老门 你还问 本来该你去的工作你为什么不去 你在说什么呀 我不管你跟翁李明是什么关系 可你就应该处理好 你要是还想做这个项目就直说嘛 干嘛让她跟我过不去啊 鸡蛋里挑骨头 我就知道我做出花来 在她眼里也是一堆烂草 王梅 你误会了 我误没误会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打搅你了 我只跟你说几句话 你说 咱们分手了就是分手了 希望你公私分明 不要跟我的同事为难 他是代表公司来工作的 不是来受你气的 你是说我在欺负你们同事 丁爱宇 我倒要问问你 我是那种公私不分的人吗 你也是一个有经验的策划人了吧 你看一看你们同事做这个方案 你把心放正了给我看一眼 你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吗 我们新车马上就要上市了 一分一秒都在倒计时 你以为我还有心思公私不分 把对你个人那点小恩小怨 跟工作搅合到一起吗 我才没那么无聊呢 你还来兴师问罪了 怎么了 是不是你们同事说你什么了 委屈了 那得说你们同事无聊 不仅无能而且无聊 白总 你们俩人都在 太好了 那我今天就说句不客气的话 这都火烧眉毛了 你们怎么居然还有心思 在这儿谈恋爱啊 王李明 这工作你还做不做了 你要是做的话 马上给我拿出个方案来 如果不做 你现在就给我走人 白总我 白总您误会了 我没有什么误会不误会的 你们俩一直在谈恋爱 没谈成 这不是误会吧 你们俩把我的工作 给我耽误到今天了 这也不是误会吧 您是误会了 我来不是来跟他谈恋爱的 是来跟他谈工作的 我不知道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保证尽快拿出一个方案 在新车上市之前 把展览做出来 你保证 你保证 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不说什么了 我不管过程 只要结果 好了 你们现在谈工作吧 你们谈吧 谢谢白总 谢谢你刚才纠缠 没事你可以走了 你还愿意跟我合作吗 我知道你现在看到我有难处了 想帮我 谢谢你的好意 还是我自己想辙吧 咱们不谈恋爱了 还算是朋友吧 难道 连朋友都做不了了吗 你这样做是为了朋友 两肋插刀挺身而出了 可是我怕你跟我在一起工作 会难受 因为你天天都会面对我 只是朋友 这样 也就没有什么可难受的了 只是朋友 只是朋友 这分寸可够难掌握的 也没什么不好掌握的 第一尊重 第二相信 第三 第三 不谈爱情 要醋吗 好多人吃炸酱面都不爱放醋 可是我喜欢 蒜呢 要吗 蒜是最重要的 提味儿 杨怀特就不让我吃 说吃了蒜以后 整个人都会变成一头大蒜 我也不让罗建军吃 可是他说他也喜欢吃蒜 喜欢往炸酱面里放醋 是吗 是吗 你应该知道的 我 我以前也不爱吃 后来不知怎么的 就喜欢上了 是习惯 对 习惯 可周杰 你是忘不了习惯 还是忘不了人 你怎么这么问呢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试过 让他改掉他的习惯 可是我看得出来 他就跟割肉一样难受 我知道 他拒绝我 忘不了你 我想你跟杨怀特之间 也一定有同样的问题吧 我去开门 你好 你来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 你吃饭了吗 吃过了 那你们聊 我回房间去吃 来 贾心 你这几天和邵贾心 一起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他很可爱 真有意思 你们两个人居然住到一起了 我觉得我们四个人 真是一个很奇怪的组合 你呢 那天为什么请假不飞 因为我的情绪不太好 为了安全起见 所以就没飞 这就跟我们一样 为了安全起见 我不愿意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来见你 所以这几天我没有给你打电话 今天林丹青要过来吃饭啊 下了班就来 你以后嫁了人 可能天天都会这样 我看惯了你穿着你那些套装的样子 真想象不出来 你每天围着炉台转 该是什么样子 姐 你是女人我也是啊 你能干的我也行 今天我又去马大姐那儿买菜了 这些菜都是她低价买给我的 你不老去她那儿吗 今天聊什么了呀 她跟我说 姐 如果她又给你介绍什么终点工保姆之类的 不许去啊 人家不缺你挣那点钱 还不够受气的呢 不是 她给我介绍了个对系啊 对象 什么对象啊 我也不太认识 就是说过两次话 姐 你想嫁人啦 别老听别人瞎张罗 我没答应 就是那么一说 邵佳心睡了吗 没有 有 在上网呢 她什么时候搬走啊 不知道 你怎么会问这个 她也不能在这儿一直住下去啊 终归不是长久之计 不会吧 可我也不能把她赶走吧 要不 我跟她商量商量 让她住到我的宿舍去 那你呢 我想跟你一起住 你是说同居 我们谈恋爱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可我总觉得我们中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我想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起 可能就不会有这份疏远 客气或者陌生 可能一切都会变得自然一些 亲切一些 不行吧 我 我不习惯同居 真的不习惯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 我 我紧张了吗 我只是没想过同居 咱们都不是孩子了 再说了 谈恋爱谈了这么长时间 就说真的发生点什么 那也算是情不自禁吧 你说是不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能是我比较保守吧 我能接受结婚 可我不能接受同居 可你拒绝和我结婚啊 我能感觉到 你一直在拒绝我 我们之间 总是隔着一点距离 你能告诉我真正的原因吗 可能 可能我不知道自己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我们不见面的时候 我会牵挂你 见了面我也会觉得温暖 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 你是我的丈夫 会是什么样 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做你丈夫呢 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做你丈夫呢 我会说你不接受我做你 好很难了 我会想知道自己的这么多人 我还能够学习战 我会想知道自己的东西 我不是什么人 我会想得到你 你怎么能够习战 我会想得到你 我会想得到你 你怎么会怎么办 你怎么会一个人 你回来了 对不起啊 本来应该再早一点的 结果临时有开了个会 没关系 大姐和晓晴他们呢 妈妈带他们到大救假去了 你特别累吧 我去帮你把菜热一下 不用了 我吃过盒饭了 我是吗 尝尝你的手艺吧 别 不用了 对不起 没关系 我知道你忙 但是我没想到 你忙得连吃一份饭的功夫都没有 电话里我跟你说过了 我又兼职了三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 都是为了挣钱对不对 那你工作得愉快吗 顾不上什么愉快不愉快了 就剩下累了 还记得你以前吗 为了不想加班跟我大吵大闹 还跟我说 不想为了挣那个加班费 而牺牲自己八个小时以外的生活 可你现在留给自己还不到八个小时的睡眠 我不想看到你现在这样 我也不愿意看我变成这样 可是我没办法 我不能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连约你出去吃饭送你个礼物 我都要好好算一算 甚至连约你看电影跟你约会的时间都没有了 你知道我看中的不是姐 而是你 我要嫁的也不是你的存折 我要嫁给你这个人 其实我要求的也不是特别高 我就希望 咱们俩可以高高兴兴地在一起 你可以什么都无恙 可我不能什么都不给 不然我凭什么让你跟我在一起呢 我不能只剩下个拳头去跟别人打架吧 我要娶个老婆 我就应该给她最起码的安全感 可是这安全感 不是靠装潇洒能装出来的 你辞职了 我连我养你这三个字我都说不起 你想结婚 想有个家 我连一间房子也买不起 就算你能买得起房子 我连装修的钱也没有 那我还算个男人吗 到底是你嫁给我呀 还是我嫁给你呀 丹青 我想回去了 明天还要早起呢 你也早点睡吧 来晚了 丁小姐 我真高兴能够和你再次合作 谢谢 合作愉快啊 合作愉快 来 坐坐坐 翁经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当然 我已经看过了你们这次推出的新款车的相关资料 这是我们出具的推广计划书 是吧 我们不需要的秘密 好 我需要穿位 走 但没买到一个地方 像我店里的高兴 做愉快 我还不然要练习 和你 差不多 是吧 还不过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这账上有点乱 这两天我在家里整理报表 所以就把电话线给拔了 省得干扰多 这边坐 怎么 你还会出问题啊 有笔账对不上 所以就把电话线给拔了 走 我给你倒杯水吧 这家里什么东西都没了 你只能喝这个了 来 我刚才路过超市给你买了点吃的 我先是打电话到你们单位 你没在 我还以为你病了呢 我没事 你怎么样 今天不用去社里 邵嘉欣在我那儿住了快一个星期了 他还好吗 这么长时间了 你怎么连个电话都不给他打呀 感觉你这个人好像突然消失了似的 我给他打过 可他不接 我总不能勉强他吧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呀 结婚的事可以先不谈 但也不至于什么都结束了吧 可周 你怎么那么希望我们在一起 你们俩之间有多大的问题啊 肯定是缺少沟通 以前犯过的错误 建军 我是说以前在我们俩之间犯过的错误 不要再发生了 那样多傻呀 你们还是好好谈谈吧 我希望你过得好 是有点傻 那你跟杨慧特呢 我现在在说你呢 我就想知道 你跟杨慧特怎么样了 他不是说要跟你结婚吗 他不是说要跟你结婚吗 你答应了 我也许会答应吧 我现在在说你呢 你应该去见见邵嘉欣 好 我答应你去见他 这是为你准备的新的办公室 这是专业的设计电脑 传真机 绘图版 彩色复印机 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暂时不缺 谢谢 不用谢 怎么这么别扭 我是说谢谢 不用谢 没什么别扭的 大家都是这么相处的 你最近是不是在刻意地回避我 故意跟我保持距离 好像要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仅仅是朋友 我们现在就是朋友 所以没有什么好别扭的 朋友相处贵在自然自在 你看 你看 你老是绷着一根神经 好像在时时提醒着自己 这样就不自然了 也就不自在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今天还是要谢谢你能来 不用谢 好 我就不打搅你了 有问题找我 来 妈妈 我是佳心 我想确定一下 上次你跟我说 你亲戚那房子 我是不是能随时搬过去啊 当然越快越好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去之前再给你打电话 嗯 嗯 嗯 所以我先别 nap 你扶着我 我看好吗 你扶着我 第二天 你把这一门都拿着呢 会好的 佳心 从你班族到现在 已经好多天了 我觉得 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是可秋姐 让你来跟我好好谈谈的 对吗 你干吗 我总提你的可秋姐啊 你怎么来了 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来接你 我好像很久没来接你了 对 你这是第五次来接我了 走吧 这几天 我也在反省我自己 我二十六岁认识了方可舟 三年之后我跟她结了婚 四年之后 我厌烦了我们的婚姻 所以我离开了她 接受了你 可我又不愿承担下一次婚姻的责任 而失去了你 这就是我十多年来的经历 我又回到零了 这就是自私的代价 我又回到零了 才算是一个负责人的交代 其实年龄 经历都不是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 你忘不掉过去 忘不掉芳可舟 你在离婚之后 又重新爱上了她 这怎么会呢 江青 这可不能胡说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们都犯了错误 你错误地理解了你的婚姻 错误地放弃了芳可舟 而我又错误地认为自己爱上了你 我曾经对自己 是你和芳可舟婚姻的第三者而愧疚 可你不觉得 她现在是我们之间的第三者吗 而你 也是她和杨怀特之间的第三者 我 不是这样的 你想多了 你是挺自私的 因为你的感情只能给一个人 但那个人肯定不是我 在你 我 可舟姐 还有杨怀特四个人当中 谁也没想造成这些错误 但是 我们也不能再错上加错了 对吗 我